这次的食谱, 我很有信心上网未必找到 因为是我自己想的 还有我亦很有信心, 如果你跟着这个食谱去做 做出来之后, 应该做多少就秒杀多少 看完之后, 如果喜欢的, 一定要CLS 铃铃铃 好, 我们马上看下怎么做 鸡鱼一定要解够冻 如果解不够冻, 会很大股酸味, 是非常难吃的 好, 我们现在腌食了 首先是蒜盐 接着就是黑胡椒粉 接着这个就很特别了, 烟熏红椒粉 这个是在马沙买的 它的作用就大了, 可以帮鸡翅上一层很漂亮的红色 而且可以令到鸡翅有一层烟熏的味道 非常独特 接着到卡燕胡椒粉 这个有点辣味, 你可以当它是辣椒粉 如果你没有, 就可以加辣椒粉 接着夹汁 夹汁, 夹汁给一些甜酸味 这个鸡翅就没有那么寡 只有辣字, 或者只有咸字 给它一些甜酸味 好, 之后就加一些油 油帮助鸡翅吸收叶料的味道 接着搅拌均匀 最少腌2-3小时以上 我们放入冰箱里面 2-3小时回来再见 这样腌好了 大家看到鸡翅应该上了味道 之后我们就加生粉 加生粉是令到它吸收叶料的水分 等到鸡翅一会焗的时候 可以干身很多很多 生粉的份量很难说 大家逐次逐次加, 加到调味料 吸干了就可以了 什么叫吸干了呢? 大家待会就可以看一看 我现在拿个焗盘出来准备焗了 铺了石纸在面上 容易清洁 接着把架放高鸡翅 焗出来的时候 底部不会那么湿了 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什么吸干了的调味料 就是调味料是瓶在鸡翅上面 这样焗出来就会更干身 就不会淋滋滋滋 好, 我们现在第一次进烤炉了 我们总共会进三次焗炉 第一次的目的是 焗干鸡翅的水分 焗多久呢? 我们焗鸡翅的正面 焗7分钟 首先是190度7分钟 接着我们煮这个重要的烟熏蜜糖醬 首先我们将30克牛油 先融化 接着就加烤烤酱2茶匙 接着我们继续慢火煮 接着就加蜜糖和糖浆 是2汤匙 是要加多些的 因为加多些才可以令到 等待待鸡翅塗上去的时候 有一阵焗糖化作用 接着就是几汁0.5茶匙 可以不加 接着这个就随你喜好 你不喜欢吃辣可以不加 加辣椒0.5茶匙 接着就蒜盐 加点咸味 少许就可以了 接着烟熏红椒粉一样 有一阵烟熏的味道 接着搅拌均匀 那就完成了 这个烟熏的蜜糖醬 非常非常香和野味 这就是第一阵用来擦鸡翅的酱汁 炒均匀 那这么快 第一次的鸡翅烤锅是完成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上这个酱汁 首先我们先掃一下鸡翅面 我们将酱汁很丰满地掃上去上面 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 鸡翅第一次烤完之后 是不是很干身呢 它再烤的时候 就会变成脆身的鸡翅了 这就是烤焗的一个效果 令到鸡翅外脆 耐多汁 好 我们掃完的面 掃底 将酱汁继续掃上去上面 这次我们不同了 我们这次先烤底 第二次烤焗的时候 我们先进去烤底 烤多久呢 也是190度7分钟 这么快烤完 烤完第二次之后 我们最后一次就是烤面了 烤面之前做些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猜到 那我们再補多一次这个蜜糖醬 令到它的颜色更加更加漂亮 好了 好了 非常之丰满 这些酱汁 我们这一次呢 温度不同些了 我们要再高温少少烤的 在正面这样烤焗爐呢 200度烤7分钟 200度烤7分钟 将它的鸡翅表面焗脆 和形成焦糖化反应 好 给大家看看 什么焦糖化反应 你看到 它的糖开始凝固了 好 第三次完成了 大家看看 这个样子 你看到 鸡翅的表面 形成了一层 比较脆的焦糖 吃下去的时候 可想而知 鸡翅的层次 有多丰富 外面是有焦糖的脆香 里面是非常嫩的 我这个焗烟薰蜜糖 鸡翅已经完成了 大家看看 是否非常吸引 如果觉得吸引 亦想回去做的话 记住收藏这个食譜 以及帮我分享出去 给个赞好我 按下个铃铛 我们下次的影片 你可以立即收到 当然 最重要是 未订阅的 就订阅我这个频道 我会定期出一些 特别的食譜 我相信 你不会在外面 很容易找到我的食譜 因为我的食譜 多数是经过自己的改良 才拿出来给大家看 和那些DateChina 是有分别的 我就不会找 蟹柳鸡汤 加在一起 就叫做一个食譜 给大家 好了 我开餐了 非常期待 亦都很吸引 这个鸡翅 10只 绝对是一个人的份量 我没有夸大 如果你做过 你就会发觉是的 你看到鸡翅里面的肉质 是不是非常嫩 还是保持着水嫩 外面有一层焦糖的脆香 是不是很想试呢 不要等了 立即收藏了它 今天回去买料做 好了 我不说了 我要吃鸡翅了 下次再见 拜拜